欢迎来到大湾区 欢迎来到港人准备的深圳 我们环宇上飞的深圳展厅就在路口旁边 一出电梯就会见到商业城一楼的103号铺 可以为十分之方便 我们环宇上飞的免费体育团是田田出发的 我们正心观传过百个厂盘 让你去到现场最真实的了解路门的情况 以及周边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边的配套环境等 当然还可以品尝这个最地道的美食 现在山家看到铁铛 按摄箱送来环宇看楼三步 送来防晒雨遮矿泉水和湿纸鸠 全程为你遮风阳雨 用心为你安排着适合你的行程 让你买得安心又放心 遮布打热线电话6963-0900报名 是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环宇顺潘王Andy Hello 大家好 我是平姐 平姐今天下大雨了 我们就不要不客户了 坐在那里聊聊天 最近很多观众朋友 送一些讯息 放在那里聊天 内容是说什么呢 就说Andy 顺潘王 你们那些盘子不是贵的 我看广告很便宜 接着我放进去看看是什么 真的便宜得很恐怖 假设性一区卖一百万两房 够胆尸二十万至三十万都有 是啊 那我就测试一下 理论上 要么是大行本 要么是小产权 是啊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讲一下什么叫大行本 什么叫小产权 和风险在哪里 OK 首先我们讲一下 什么叫小产权 小产权的话 就是那些城中村 或者是自己私人建的那些楼 即是农村城中村 是的 那些叫小产权 一个村民自己建的 是 就叫做小产权 是 那大行本呢 大行本就是 这个发展商 它和政府拿这些地 政府就派一个大行本 它是有行本的 发展商只有一本行本 它可以几百套去迷你别人 是这个可以发生 它和那些人去签的合同 是的 OK 即是一个房产证 就继续在发展商那里 其他那些呢 就没有的 没有独立的 是 纯粹是一个和发展商内部的交易 是 OK 那其实当时租会 是啊 当时租会 OK 那我们就讲一下 两者之间的风险在哪里 OK 那我们先讲一下小产权 小产权的话 其实他们成交的话 是很简单的 只不过是大家拿一个合同 那这个合同的话 通常都会到律师楼去那里去见证 就是 律师楼子那些 不是香港的律师楼 它是大陆那些 只要有律师楼 就是律师证的 它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一份东西的 那这个是叫律师见证书 是 这一份合同的话 其实如果真正买一打官司的话 是没有后的 OK 是的 因为本身这些城中村又或者农村 买买是违法的 是 除非是买给村里的人 对外的话 是违法的 是 那违法的东西自然就没有法律的保护 是 打官司一定输的 你只能够说 你买的时候 可能就扛一些钱给你的 因为它不能够买村外的人 是没有后的 村内的人是可以的 OK 那一般都是村外的人 是 是 而且这些农宇的质素是非常没有保证 是 是 即是简单点建楼 是的 因为平时我们做的那些楼 是有五证书 有监管部门去监管的 是 这些什么都没有 是 那自然的质素 没有保证 是 是 是 那些城中村是没有管道煤气的 它一定是用那些冠装的煤气 这样一粒粒砍上去 随时不会 有的 有的 有时会经常发生过的煤气爆炸之类 是的 没错 还有那个赔偿问题 刚刚都提及过 其实呢 就算假设政府 又或者将来有发展商去修理 这间屋去旧改 其实是赔给房东 这个房东叫陈大明 就是赔给陈大明 就是赔给陈大明 就会赔给你自己独立这个小业主 是的 而且小产权的话 它那个水电 水和电的名字 就是 虚这个水电的名字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都要认这个名字 但是 买小产权的话 根本就很难说可以写回那个人 就是这个房东的名字 是的 就是在政府眼里面就不承认 就认了陈大明 是的 没错了 其他的那些就不承认的 是的 没错 所以就算赔了 只是赔给陈大明 是的 就是假设性 经济复苏 楼价 轨型反弹 其实都不关你 全部陈大明吃光的 是的 是的 如果你说真的 这个屋苑他不会赔签 还是好些 如果你赔签的话 那陈大明就一定会跳出来的 是的 因为利用可观 是的 其他那些就算你的楼市 好像火箭那样 都不关你事的 是的 是的 那这些楼呢 它又不可以入户 又不可以读书的 是的 即是没有学位积分 是的 那其实买来 没什么用的 只有住的 还有做不到按揭 是的 一定是一次性的了 是的 就算你拿着 我这里有一层楼 我可不可以借钱 银红也不会借给你 就是文根也不会借给你的 因为你这个合同是没有后的 是的 那将来八年 当是八年 其实遗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的 因为你根本就过不了 你的合同根本是没有后的 那都得不尚失 是的 因为前几年的话 其实军外入 比如在龙宫 龙瓦那些地方 平生那些地方 其实是很多出现这样的用例的 就是原村民 就是城中村那些 那些卖给人家 有些人就说 帮我那里拆签 那真的拆签的话 按化车章一定会换回原例的业主 很多用例的 是的 是的 没错 而且前几年很多的新闻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无端端被政府推倒了 拆掉了 那些这样的 是的 是的 因为有些其实他买楼的时候很漂亮的 弄了销售中心出来 是的 那有些人真的 以为他真的合法 那结果买了 那买了之后 都都住都没住 无端端被政府推倒了 违见了 是的 就是违见了 那因为不合法 那政府就推倒了 是的 那跟着那些小业主买了那些 就哭了 找帮手 但是呢 因为你整件事都是违法的 没有用的 所以耶稣都救不了你 是的 是的 还有更夸张的是什么呢 是原居民 那他没有钱建楼 那有些发展社 即使为有钱那些 想投资那些人 就说 我帮你建这栋楼 那我帮你建这栋楼 不用你出钱 我建这栋楼之后 我建下面五、六层是你的 那上面那些是属于我的 那通常 建那些楼都是六、七层 或者八层 那些虚发消耗的位置 就是承建箱 那它可以建到十二楼 或者十三楼 那楼上相当于那几层的位置 是违建的 那如果真的日后要查的话 你是不能够够够够的 嗯 那剩下的那几层都是那些 有的 我见过 有些我在东莞见过 有些可能建到十楼八楼 是 然后再在上面 弄个别墅的屋顶 是 是 多恐怖 所以那些大楼就死定了 是 没有事就可以 如果真的政府要查的位置 你一定会被人拆盖 嗯 其实买这个小产权 得不偿失 是的 什么都拿不到 是 ok 那小产权我们又说完了 那大雄本又是怎样的呢 大雄本的位置 就稍微比小产权好一点的 嗯 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案例 好吗 那这火车站附近 就有个叫和顺大侠的 嗯 那楼是零的 那位置 也没得定 是 那楼也零的 它两房的话 它可以做到百零万就买得到的 是 而且是四元多高的 嗯 哇 在楼梳海打了关斗 是的 是的 真的直接可以走的 那三房的位置 它卖到一百七或一百八十万左右 嗯 哇 平身不行了 是真的平的 但是呢 它买卖的位置 要和虚发松签的合同 就是和虚发松签的 那这份合同的位置 就是使用期的位置 它只有二十年 嗯 使用权 是 是 那二十年到了之后 怎样呢 万一这个虚发松签不在 或者说不到它的时候 嗯 你是做不到任何东西的 嗯 就不像我们买商板房 我到了 这个五十年也好 七十年也好 我到了期之后呢 我可以继续做 嗯 嗯 那我继续下去 我又继了二十年了 嗯 那这个大雄馆 是做不到的 那首先那个合约 的问题先 是 合约呢 就是发展商的内部文件 是的 就是Touchwood 这间发展商 倒了一粒 这份合约呢 是 在出现 在政府眼中 这份东西呢 是不成型的 是的 OK 那同样呢 刚刚那个年期到了之后 发展商不在的话 怎样算 是吧 什么武障都没有了 是 只能够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本屋 是吧 是的 那现在这些大雄 没有个话一用的 它都不可以 职分入户 嗯 又就是 漏是不行的 职分都不行的 嗯 而且做不到案件 是 一定是一次性款款 另外拆清的问题 假设上 假设政府又或者有发展商 收你这些座业 是 赔偿呢 都是赔给发展商的 是一定是的 不是赔给小业主 是的 何况你只不过是租客 长租的意思 是 真的充当是租楼 是啊 同样 那个继承的问题 就是遗产的问题 嗯 假设政府后人拿着你合约 说这间房子是我的 那其实没有人理你 没有人骚你的 你继承那些 你要去到公正署去公正 但是这些合同公正署 它不会帮你公正 所以没有人理你 是的 所以都是一达废纸 是的 那就没有什么保障 是的 只有一个便宜的 没用的 那其实呢 如果你说真的 譬如80万米和顺大厦 那些是吧 那我宁愿远一点 我可以买那些消满房 是不是 稳固一点嘛 基本上就是这些 OK明白 所以呢 总结得回来的就是 无论你小产权也好 大同盘也好 那其实呢 只有一个便宜的 是不保障的 是的 可以说是 买了回来 没有用的 特别是小盏权 是吧 整件事已经是违法的 是的 我想你买了回来 每一晚都睡不着 第二天 可能被人拆了 因为他违见的话 随时会的 是吧 是吧 因为原本是好一点 不会有这件事 嗯 但是呢 即是发展商 求神拜佛 不要收拾 是吧 如果收拾了一架 就麻烦 没有人理你了 整件事都好像没有发生过 所以就完全是毫无保障的 是 两样东西都是 OK 那其实呢 很老实 如果真的买楼 我觉得就不要说真的贪便宜 是 就是你求个安心 是的 没错 你买些公寓也好 住宅也好 起码是独立宏盘 独立的房产证 是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说 真的实质资金没有那么多的话 那你宁愿远一点 都不要紧 对吧 远一点你可以买一个自己 安心一点的 例如我买个火车站附近的 但是呢 我又没有那么多钱 那怎么办 你远一点 你都会买个深屋 是的 有个保障先 起码可以做到按揭 银行承认你 政府承认你 是的 跟着假设性 touch wood 百年之后 又可以继承到 是吧 又或者有人拆你屋 又赔偿先 好像你那样 是吧 多开心王媚岭那里 是吧 所以就 就是 我们的看法就是 不要贪便宜 那其实现在的住宅 都不算很贵 因为始终是个小湖那些 是 那如果你说龙江的话 其实两百多晚 已经可以买到两个房 甚至乎有机会买到三个房 住宅的甘心是大 是 甘心大的 甘心大的便买公寓 是吧 公寓的甘心气势 百年之后 都可以买到两个房子 几十万都可以买到 单身公寓 是啊 那起码 虽然它的税是贵一点 是 但是合法 有保障 是的 有法律的保护 买个深屋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 一来没买 不要贪便宜买那些 买就买好一点 买一些合法的东西 是 那我们今天的看法就是这样 是的 总结就是这样 那还有什么补充 没有 没有了 OK 那今集都差不多了 聊到这里了 下集我们再找个其他话题 再和观众朋友分享 好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